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在法国出席活动期间 在台上突然转身 面向站在他身后的退伍军人 而拜登这一动作引起了关注 目前还不清楚他转身的原因 拜登上星期在与总统马克龙出席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 拜登和夫人吉尔以及马克龙夫妇站在台上 在现场奏起音乐期间 拜登突然转身背对台下观众 面向站在他身后的退伍军人 其余三人过了几秒也选择转身 直到音乐结束才转回来 拜登这一次突如其来的举动 再次引起了外界关注其健康问题以及精神状态 81岁的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如果成功连任 第二任期结束时他将年满86岁